欢迎关心国民党立委徐晓鑫 近来不只卷入大姑一家人 涉及诈骗的争议 自己也被台北市议员苗伯雅 爆料全身上下都是 精品的名牌 而且还有一支劳力士的钻表 而且质疑说他是不是没有财产申报呢 那徐晓鑫是回应说 他自己财产申报不实的部分 欢迎大家去告发 如果大家是有质疑的部分 而且也是反抢说苗伯雅 是不是因为之前自己 抢他是苗泽东 因此来侠怨报复 那苗伯雅又最新回应 带你一起来听 财产申报不实在的人 这也是他 那他没有办法好好地来面对 跟处理自己涉嫌的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好好跟社会说明 却一直要转移焦点 叫别的没有犯错的人道歉 那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立委 应该要有的态度 尤其是他过去揭闭 所谓的揭闭 其实那个准度 也是直逼秋逸差不多 那也没有看他为此 做过什么样的这个反省 好 这个今天要苗伯雅反抢说 许小新财产申报不实的部分 怎么会要苗伯雅来道歉的 这个逻辑根本不通 也是反抢许小新 其实这个不管是财产申报 不实的部分 还是大姑一家涉及诈骗 有关一百万金流的部分 他都应该要自己出来说明清楚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一直要转移争议 甚至是金产脱壳 那这个苗伯雅而且还强调说 不管整件事情是什么样 许小新都应该要出来说明清楚 而不是用现在的这种态度来面对 而且许小新之前的揭闭程度 就跟秋逸差不多 但是也没有见许小新之前来反省 怎么现在面对质疑 确实用这种态度来面对 那么像就是现场最新 就是真的 这种态度来面对 就是这样子的 即使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像这样子的